力氣艦隊力行性的演習 那只是他特別選在這時候演習 那可能甚至把規模擴大 或者有意無意的把他們的相關的演訓的內容給曝光 很大的意義就是讓周遭的國家理解到 美方在這裡的軍事的優勢 前幾天他們也公布 他們在菲律賓海 他們有試射防空的飛彈 有軍機在附近巡逆的這個消息 我相信其實目的也都是為了要能夠讓 西太平洋能夠回到穩定的狀態 那我也一再提醒國防部要在這個時間點 預防敵人趁你病要你命 所以必須要更加的嚴加防範 並且要將疫情的蔓延 納入成為今年漢光演習當中的一種想定 另外還有EP-31電蒸機 它在高雄的外海 台灣的西南空域進行巡逸飛行 那這個空域恰巧是3月16號 中共多批次的戰機 在那個地方進行坦見的夜間飛行訓練 路徑幾乎都一樣 因為中共的魯莽 全球要合作防疫的時候 它造成派它的部隊出來騷擾周邊國家 那牽動的印太地區的敏感石神經 第七艦隊在26號貼出美艦穿越台海消息 23號貼出發射飛彈消息 也發布區域艦隊演訓畫面 王定玉表示 現在是台灣的年度戰備月 包含馬祖的雲台操演 24號全台灣空軍聯想操演 模擬反擊中共 24到25號的關渡師河口保衛 以及阿帕契直升機飛到三峽台北大學 戰車假車進入市區 表示國軍戰備月曾在某屆政府取消 2019年起已經恢復每一季一次的戰備月